大家知道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有一个项目是必备 而且往往都是每一届奥运会最后的高潮 那就是跑马拉松了 那么马拉松这个项目呢到底是怎么来源的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来自古希腊 那古希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 那是因为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最详细去描绘它的 还是我们所说的希罗多德的历史 昨天呢我们提到温泉观之意 温泉观之意大概是西方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以寡敌众的战争 那么也让斯巴达的名号响骗了当时的世界每一个角落 至少是西方世界 那么后来的人呢 一想起希腊的斯巴达的时候呢 都说斯巴达这帮人英勇 而且是很善战 非常的擅长战争 那么大家一想起雅典呢 就觉得雅典呢就是搞文化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么盛产的是斯人啊音乐家 但是可别忘记雅典也是很勇敢的 我们先说说看啊 这个希罗多德他提到了这个当时的波斯啊 对希腊用兵数十年都搞他们不定 那么第一个要搞他们的不是我们昨天说的克谢尔克谢斯 而是他的老爸 他的老爸也是有名的波斯国王 叫做大刘士 这个我们很多的中学教科书都提过这个人 大刘士 大刘士王呢 早就对希腊很看不顺眼了 想要过去搞定他们 那么主要呢就是要针对雅典 为什么呢 因为雅典呢曾经鼓励过一些被波斯当时已经占据下来的一些的希腊的地区啊 希腊人住的城邦鼓励他们起来反叛 那么于是觉得这是祸害的源头 要去搞定他 那么他怎么去对付雅典呢 也是召集大军去 那么去之前呢 巡礼啊 召立要派使者出去问问看你们谁愿意投降 投降是有规矩的 什么规矩呢 就是献上泥土跟水表示臣服 那么当时呢希腊很多盟邦呢 很多城邦呢都真的献上泥土跟水 但一个使者呢 给派去这个雅典的时候 雅典人的做法是把他丢到井里头去 一个矿坑里头去 斯巴达人呢就把那个使者就踢到井里面 就跟他说你要水跟泥土对不对 里头多的是 然后这个大刘士王当然很愤怒 要好好去教训他们 我们要注意一下 当时波斯人啊 他们对待这些被攻打下来的城市的方法是很残酷的 所有的人都拿去当奴隶 如果是一个漂亮的小男孩 通常就把他淹了 送回去当宦官 漂亮的小女孩吗 送回去 送到波斯王的后宫里头 犒赏一下一些将军等等等等 所以对希腊城邦来讲 他们很不想战败 但是问题是 他们更怕的是投降 投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平安无事 但是对希腊人来讲 那就失去了他们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自由 所谓的自由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在一个国王之下被统治 而在他们自己建立的这种城邦的共和制度底下继续生活 好我们就说回马拉松这场战役 马拉松这场战役呢 是在我们昨天说的温泉关之战的前十年发生的 当时呢希腊雅典人呢 知道要打仗了 这个大军攻过来在雅典城外了 于是也派人去向斯巴达求援 那么派人去找斯巴达呢 斯巴达也答应 好我们来帮你 可是啊 你看斯巴达人最喜欢相信立法嘛 这个温泉关系 他们派三百人出去 除了是为了要参加奥运会之外 就是为了遵照立法 遵照立法 这日子打仗不好 你多等我两天 多等两天那还来得及吗 至于是雅典人只好自己去干了 自己去干的时候呢 当时雅典人的将军呢 叫做米特拉迪斯 那这个人呢 他布了一个很特别的阵 什么阵呢 就是他这个阵法 是把这个中间排出一长列 中间这一个阵呢 中间这排步兵呢 人数特别单薄 主要的力量集中在两亿 那么引诱波斯呢 往中间途径的时候 他在两亿包回去 说起来很容易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希腊人的人数少多了 当时雅典能够动用的军队 大概就是一万上下 而波斯那边跟我们昨天说的差不多 又是几十万 那该怎么办呢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点 波斯帝国之所以能够在欧亚大陆上面横行无忌 那是主要靠两项法宝 什么法宝 第一是弓箭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寄兵 波斯人用的啊 就像我们今天都知道 赛马什么马最好 就是阿拉伯赛马 阿拉伯赛马 就是波斯骑兵用的马 这种马又快 而且很灵活 那么希腊人呢 很难对付他们 但是问题是当时希腊人有另一种法宝 也是波斯人没想过的 是什么呢 就重装步兵 重装步兵就由头到尾呢 都是很重型的 很厚重的盔甲 那这种盔甲能够挡一阵那些弓箭 但是问题是他们移动起来就非常缓慢 而且他们是排方阵 排这个方阵呢 就比如说一百个士兵 排成一个阵型 这个阵型呢 里里外外啊 跟上头都用盾牌挡得好好的 而且用的毛呢 是特别的长 很适合接近作战 但是问题是他们能够对付得了 这个波斯人吧 过去希腊人呢 从来是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吓傻了 那这回该怎么办呢 于是在马拉松之意里面 希腊人第一回得到了他们的自信 就是靠雅典 雅典当时呢 就是用刚刚我说的那种阵型 去对付这个波斯人 引诱他们的寄兵 过来往中间途径 然后呢 他们也不怕弓箭 因为他们的盔甲相当重 但是让波斯人大出意料之外的是什么呢 就这么重的盔甲 戴上去之后啊 一个人行动会很慢 但这些雅典人居然发了疯一样 迅速地奔向敌阵 主动求战 人少还这么高 结果一下子 也真的居然就把波斯人给打退了 打退了之后呢 过了两天 斯巴达人呢 果然也派兵来了 来驻战了 打完了 看在地上到处都是失守 而这时候呢 斯巴达人呢 那么擅长打仗 平常也有点看不起雅典 但这时候也都不得不佩服 兄弟们你们干得还不错 干得还不错 也很赞赏 这是雅典人的凯旋 那么这个马拉松之意 跟我们今天说马拉松赛跑 有什么关系呢 是有关系的 就是西罗多德的记载 当时从雅典 跑到斯巴达 去求援的那个人 是他们雅典人 跑得最快的人 那个人呢 后来被认为呢 就是马拉松的信差 但是这个说法 后来经过 罗马史学家的改写 有这么一个传说 什么传说 那个人派迪亚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他被派从马拉松战场 奔回到雅典城里面 这条路就是34公里 一段山路 特别难走 他要跑回雅典 告诉在那边 紧急等待讯息的家乡父老们 这场仗打得怎么样 他拼命地跑 日震当空 终于跑到雅典的广场的时候 大活在那等呢 那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身体实在导 受不住 就倒了下去 他说了一句 什么话呢 我们胜利了 于是后人 为了要纪念他 就发展了 这一套马拉松赛跑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时事快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